好 大家都喜歡吃炸雞 業者也看準了這個商機推出了各種不同口味的 像是結合香茅跟檸檬葉 再加到馬鈴薯啊 這吃起來有這個異國風味的口感 另外呢 這窗位餐廳是改良韓式的手法 推出了經典的麻辣以及糖醋口味 裹麵粉的雞肉放進油鍋 立刻炸著滋滋作響 緊接著丟進切好的馬鈴薯後 準備調味 將切絲的香茅 南漿 檸檬葉逐一倒入 再撒上乾辣椒 熱騰騰出爐 倒入特調泰式胡椒鹽與炸雞結合 這道泰式風味的香茅鹹酥雞 一上桌讓顧客食指打動 吃起來蠻不錯的 而且它這個辣椒加的蠻多 然後它的蒜頭也很入在那個肉裡面的味道 想太多餐廳選用飢餓劫翅的部位 肉質叫Q彈 結合馬鈴薯還將泰式香料入菜 異國料理炸雞 口感更有層次 加香茅水 斑南葉水 這是比較特殊的香料 使雞翅可以增添泰式風味 年夜夏日就想來點開胃配菜 另一款炸雞 讓人一吃就開胃 高溫現炸等炸雞呈現金黃色就撈起 接著再快炒經典川味醬 大火快炒麻辣醬汁逼出陣陣香氣 接著再倒入炸雞拌炒 開飯初期招 改良韓式拌拌炸雞手法 推出經典麻辣與糖醋口味 還加入年糕 兩款口味豐富 陶可未雷 加入一個十三香的醬 就是它有很多中藥材去調成的一個醬 最近客人點的量也是蠻多的 大概在四成左右 夏季吃辣 除了增加食欲 還能有效排汗降溫 金色三麥也結合道地口味 推出焦麻系列料理 其中一道焦麻雞是從員工餐起發 另外櫻桃鴨也和多款辣椒拌炒 麻中帶香 香中帶辣 三種口感一次滿足 韓國喬村炸雞是蜂蜜口味的元老雞 來勢洶洶其他炸雞推出多元口味 全面應戰 結帳請和人凱台北報導